当同事们早早下班奔向七夕夜,我却在电脑前写着今天就要发的稿子,弱大的办公室中,只有我与其他两位单身在战斗。 这公平吗?还有人性吗?如许你来,我从未上今天这般心酸难安,整整一天没有一人有约我的意思,哪怕上来一条问候呢?哪怕是我妈呢? NB不写了,这是我内心最真实的声音,可又想起我们至今从未断根过,心中那份该死的责任暗暗作祟,焦躁,愤怒,绝望,终于让我做出一个重大的决定,求陌生人对一个拥抱。 我将举着这两个牌子,寻求陌生人的拥抱,我知道这种有点个阴人的事儿有人干过,但两颗心进铁的拥抱,能让我今夜得到一些温暖,哪怕仅仅是对方一种施舍。 19点30分,我携手另一下楼,她也是本次偷拍的摄影师,刚到楼下我便感受到浓烈刺鼻的安爱气味,广场上播放的情歌,更为我这次行动牵了几分悲壮。 单身情歌,林志炫单身情歌超限精选,现实,远比我想象中更冰冷,是冒天界充满着行色匆匆的情侣,本身酒店的路上边看我,一眼的时间都不想浪费,半个小时过去了,我就像一个被世界遗弃的乞丐,得不到任何怜悯。 我开始失去希望,开始感叹首度冰冷,开始质疑人与人之间的信任,甚至产生立刻逃走的念头。 终于,奇迹发生了,我得到第一个拥抱,林依,送花青年,她可能觉得我在蛮行为艺术,于是给我了一个拥抱,原以为她手里拿的花是给我的,好吧,没曾想她是花店的工作人员,正在等待买花着来取花。 但这次拥抱是坚定了我继续下去的信心,在长达三个小时的体验中,我得到了久的拥抱,也不知是多是少,但我从心里感谢她们。 林二大妈,大妈看到这种行为比较诧异,坚定我可能被哪个女孩伤害过,得知我是个七年的单身狗之后,非要将她的邻居女儿介绍给我。 互相加了之后,大妈高兴的走了,林三抱我两次的美女,第一次直接搂着我的脖子拥抱,这可是情侣之间的动作啊,莫非她对我有点意思。 在闺蜜的怂恿下,她又抱了我一次,这次是为了与我合影,在这次拥抱中我感受到了极为的情侣抱,内心涌起少男才有的羞涩。 零四蓝一哥,蓝一哥一直在我周围走动,最初目的是想跟我手中的牌子合影,都知她也是单身狗后,我问她今夜如何打算,蓝一大哥优雅地告诉我,如果允许放火,我想烧掉今晚货节的情侣。 零五二次元美女,这姑娘看到了我之后,给予我一个机器拥抱,大概是勉腆吧,我看到了她脸上的红韵。 抱完我之后,她对我说了一句机器快乐,妈,我好像恋爱了,零六推开我的小朋友,小朋友一直在我身边围绕,当我张开双臂时,小家伙走进我的怀抱,大概这个年纪的孩子脾气多变,很快就用手推开了我, 零七东北大哥,东北大哥过于直爽,我一个眼神还没顶格,她立马上前,抱我,感受完东北大哥坑枪有力的臂弯之后,她与我捞起为家常,零八卖气球的大爷,大爷正在认真的给球打气,看到我之后立刻给我了一个拥抱,由于手里还有活,所以大爷抱得很干脆,零九卖花姑娘,一味抱着玫瑰花女孩主动前来, 我瞬间想到孩子以后的名字,直到三秒后,她告诉我,买我的玫瑰,我就抱你,可能是我出家太低, 卖花姑娘决绝了我的拥抱,使情侣给我拥抱,看到卖花姑娘的决情,这对情侣可能看不下去了,于是走过来,给我了一个温暖的拥抱, 白衣帅哥在我耳边温柔的说了一句,祝你早日找到女朋友,对了,众多情侣之中,他们是唯一两人都给我拥抱的, 22点30分左右,我结束了这场体验,我相信,如果我继续下去,会有更多陌生人向我张开双臂,眼看着拥抱我的人越来越多,路人们更愿意放下心里的戒备, 此刻,我在办公室,体内的力量支持,着我写完这篇文章,七夕之夜,感谢所有给予我拥抱的陌生人,即便我知道,回家以后依旧要面对孤独,明年此刻,我必定是拥抱别人的那一个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